本章主要分享的是公社点交经验的第75堂课 讲的是点交是一种人际关系的经营 那这个东西我们就在讲 基本上笔者就是我 就是这个讲者 我曾经做过甲方 也就是说我做过建商 那同样的我也做过乙方 也就是说基本上来讲 我曾经买过房子 但是如果我们用甲乙丙的观点来看 其实建商这中间还会有一个专业厂商 然后到最后才是所谓的住户 也就是说基本上建商它不是自己建的 它可能跟一些厂商它有一些契约关系 有一些契约关系之后 然后把这些东西交给住户 所以它是一种三方的关系 那因为笔者曾经有过类似的经验 所以我个人觉得比较倾向于认为说 点交其实是一种人际关系的经营 怎么说呢 举个例子 假设比例来讲 这些专业厂商 我们讲设备厂商 他今天对建商他一定会有一个保固期间 那这个保固期间是非常有弹性的 所谓非常有弹性是 虽然他已经跟他讲说 在某一段时间内可能是一年两年 但有时候建商在要求他们 去做服务的时候 他们理论上是不会计较那么多 为什么 因为他们希望跟这个建商 还有后续的生意 那建商其实也在观察 这个厂商的服务态度好不好 所以在这中间的过程 虽然说建商跟住户之间的保固关系 是一种硬邦邦的东西 但是因为他跟厂商之间 这种弹性关系 如果你跟建商关系很好的话 你就可以拿来应用 所以说我们才会去提到说 就是说你今天你住户或你管理委会 怎么跟建商保持一定的关系 也就是说建商觉得 在帮助你的过程当中 他会有好处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只要是他不是大失血的情况之下 他都很容易跟你配合 我所谓很容易跟你配合 我们当然配合不是说 一定是金钱的配合 有可能是我们今天来讲 当然修护的部分 瑕疵的部分 他当然给我们修护 可是快慢之间 这个就是一种人际关系的经营 第二个部分 他今天建商在建构 这整个建物的过程 当然他一定会有一些历史过程 举个例子来讲 他有一些所谓的电脑设计图 那基本上只要他是设计图 跟竣工图一样的话 他如果愿意给你一个 我们今天单纯来讲 给你一个软体 给你这样的一个版本 那是不是你就会方便许多 不管你在计算公社 你在找一些设备 是不是就变得很容易 然后再来的这部分的时候 因为建商他基本上 在布置整个大楼的设备的时候 他一定会有一个预算书 同样的他今天也会一个公开招标结果 那这些都是一些公文的部分 那对住户来讲 他今天这个建案已经建户完成 他这中间的资料 对他来讲已经不具有任何意义 可是对我们住户来讲 尤其对我们总干事来讲 它是有意义的 举个例子来讲 我曾经在开会的时候 一些管理委员会常常在谈话的过程当中 他们会夸大一些事情的严重性 举个例子来讲 像说他们会觉得说 什么设备金额很庞大 但是其实只要你今天把这所有设备金额都拿到手 那你其实就知道说 其实很多问题是很小的 举个例子来讲 我们讲消防 假设消防的问题 可能拿一个设备没有电 或者拿一个粉没有装 其实这都是几百块几千块以内就可以解决问题 真正消防很大的问题 绝对不会在新建案产生 如果真的会在新建案产生的话 那他的消防一定过不了 那所以同样的 我们今天单纯来讲的时候 他使用指导很拿不到 所以当你知道这些金额的时候 举个例子来讲 你可能监控系统 你知道每个镜头多少钱 那最坏嘛 当然镜头能修是最好 可是如果不能修 最坏就再换一只嘛 那这个东西的时候 其实就是所谓基金的 我们管理会收缴的过程当中 会有一些基金 其实就是跟耗损的概念一样 那当你知道这个金额的时候 其实你在跟管理委员沟通的时候 其实你会变得很自在 意思就是说 他今天他会认为说 这个金额可能会很大 今天这个问题会很严重 可是因为你知道价钱的关系 你可以知道说 大体上是多少的价格 那当然你也可以去做询问的动作 那至于你要问谁 其实这东西非常简单 你可以问建商 你可以问供应商 你可以问建商去拿供应商给他的资料 同样的你也可以找你以前的笔记 或者说你可以问其他的总监事 那这个就是我所说的 你要如果你能取得 所谓的部分设备金额 对你是非常有好处的 也就是说今天你当一个总监事 你跟管理员报告的时候 你可以把最大情况最可能的危险 你把它金额化 那既然把它金额化 大家心里就比较笃定 我举个例子 这东西的时候 常常你要知道 你今天在管理重人事 常常会有些住户会告管理委员 那有时候人情绪一来的时候 可能就会讲一两句的不得体的话 可能会骂三支金或干嘛的 对不对 那这时候可能住户就会想告 管理委员或想告主委 那这个情况的时候 基本上来讲 其实你只要对诉讼 你有个了解 很多住户都是狮子大开口 他想说你骂我一支三支金的话 我一定要告你 那球场金额可能三十万 三百万三千万 反正随他提的嘛 对不对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你有真的遇到这样的纷争的时候 那你对这个东西有所了解 举个例子来讲 你大概知道 而且你也看过很多案例 反正就骂一句三支金 骂一句话 或者我们讲公然无路 只要不是太离谱的话 大半不是划个五百 或划个一千划个两千 真的哪一个人的身份地位 可以高到人家划三十万 三百万嘛 基本上这不是很有可能 可是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当管理委员跟住户真的有冲突的时候 那这过程的时候 你今天站在总管事站在中间 你也可以给 因为你知道这样的诉讼结果 你也可以给彼此缓辖 那就是说基本上 让管理委员他不用太担心嘛 反正我个人觉得说 一万块以下的话 基本上都不用让彼此去睡不着觉 顶多是到法院去出庭一下 所以我个人认为说 其实点交的部分 它是一种人际关系的经营 当你跟建商关系很好的时候 他对你的服务态度会快一点 从此你也可以跟他要一些 所谓的电脑资料 不管说你跟工地主任 或者说你今天跟建商 或者你跟物业管理代表 那这东西我们就偷偷透露 因为我也曾经做过甲方 那基本上来讲 我也主办过一些所谓的 的那个设备工程的招标 对不对 那我也写过一些公文 那当然也许有可能说 今天厨具不是我负责的 可是落电系统是我负责 水电是另外一个人负责 那彼此之间 只要是同事关系 你多多少少会知道说 对方这一个标 大概金额是多少 那所以说有时候的话 注入再跟你问一些 或者我们今天讲的 管理委员会再跟你问一些 哪些设备大概多少钱的时候 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针对这样的问题 我们也可以给他一个大概的数值 告诉他说 其实就算这个设备 这真的有问题 那其他金额也是很小的 那这样子彼此之间 在运作这很多事情的时候 大家就不会太过分地争持说 到底这保固期间是一年 或1.5年或两年 那如果说有些东西 差异不大大的 其实大家关系很好的时候 我们身为一个建商 我们还是会压着我们的供应厂商去把客服 为什么是这样子 因为客户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那同样的我们建商 我们也是设备厂商的衣食父母 那所以说有很多东西 一些比较临时的紧急的事件 或者差异不是很大的 其实我觉得保固期间不是重点 那当然如果说 我们建商跟住户之间关系扯得很不好 那大家当然就是自助比较了 感谢各位收听 更多物业管理经验 请各位参考物业管理精英的66个工作DNA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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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